大家晚上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今晚的一道菜 今晚跟大家分享今晚的第二道菜 這是什麼呢? 這是鹹魚肉碎炒豆芽 跟大家介紹一下有什麼材料 爆鍋有幾粒蒜頭 現在不要妨礙大家時間 我先削芽菜 一匙鹽,先下味 一匙糖 一匙雞粉 然後加少許油 加少許油 這個作用提前上味 而且可以令蔬菜更加青綠 我一邊削芽菜 一邊跟大家分享 然後 這個作料有幾粒蒜頭 然後有幾粒鹹魚 然後有肉碎 然後炒芽菜 怎麼可以沒有韭菜 沒有韭菜 為什麼我會想到要炒芽菜 其實我先看到韭菜 因為韭菜 你看多瘦削 多瘦弱 而且是短頭的 代表什麼?不會黏 是靚韭菜 記住韭菜不是越肥脆 就越好吃 是越韌韌韌韌 就越好吃 今天我就因為看到這個韭菜 想想想想有什麼可以配搭韭菜 炒豆芽 然後幾條蔥倒 就是這麼多了 現在我們削芽菜 我之前有條影片 就已經講過 怎樣可以炒 炒蔬菜 炒得好吃 這樣 炒蔬菜 飛水 今天我用飛水法 好 現在要關火 因為它開始滾 這樣 記住 不可以炒得太久 我們現在 芭菜 豆芽 主要就是炒飛水 為什麼要飛水 有些蔬菜 一定要飛水 有些就不用 但是芭菜 一定要 為什麼呢? 芭菜出水 出得很厲害 所以我們就要 等等 所以我們就要 用飛水法去炒芭菜 這樣就可以保證 那些芭菜 一定是爽口 但是 又不會出水 記住 我見很多人炒芭菜 炒到水汪汪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 等一下炒的芭菜 會不會水汪汪 OK 那現在 燒鑊 那我先頭 那些芭菜 那些芭菜 在下完水之後 我們一定要是怎樣 即是飛完水之後 一定要用 凍水 就沖一沖 就可以令到它 就 這個危險動作 大家不要學我 因為我有經驗 所以呢 因為它有水 我吸了它的水 就不會燒 那塊紙 但是如果大家 沒什麼經驗 就不要學我 這個危險動作 OK 好了 那芭菜 要是炒到它沒有水 就一定是飛水 記住 所有炒的蔬菜 不一定是要飛水 但是有些 也都不能夠生炒 不能夠飛水的 譬如說 炒芭蘭 不能夠 就這樣炒的 譬如說 芭菜 這個是兩個極端 OK 好了 現在燒紅鑊 接著 我們就 下油 下一些舊油 這些是蝦油 上次我做的 粉絲鍋 有些蝦油 加一點 接著 我們先下鹹魚 先下鹹魚 記住 為什麼 現在 如果大家擔心 大火 可以關小火 讓鹹魚 慢慢煎 鹹魚 為什麼一定要煎 因為這樣 可以令到它沒有那麼腥 接著 我們可以做薄芡 所以這個時候 我利用我空閒的時間 就是 加些生粉 然後加少許水 這個五味架真的很難用 少許頂起都放不下去 不好意思 這些現場環境就是這樣 我們不是做笛膜 我們是做實戰的 好 好 開好水 這個時候 鹹魚就差不多了 對了 這邊已經很甘香了 好 煎到它甘香之後 就做什麼呢 大家看到 如果看著畫面的話 就看到顏色的變化了 這個時候 我們就下 這個肉碎去煎 大家會發覺 這個不是鹹魚煎肉碎 是啊 鹹魚煎肉餅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去的兩菜飯 是最多的 鹹魚煎肉餅 為什麼大家有沒有懷疑 為什麼我做鹹魚 經常這麼腥 為什麼鹹魚煎肉餅 不腥 我現在正在做 OK 如果大家想到沒有 你有想法 鹹魚煎肉餅 可以跟著我現在做的 這個影片裏做的方法 煎鮮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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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餅 就是可以令到 令到它 是 那些生粉不會脫 然後鎖住肉汁 表面呢 那些肉的表面就有些金香 就做到霉蠟反應的效果 這樣呢 又好煎 吃出來的口感又好 OK 如果你一出水的話 大家都知道了 一出水的話 你就怎麼煎得漂亮 是不是 跟著之後 你跟著下來 就做到火了 記住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看到嗎 煎頭動的時候 那些肉餅不能動 但現在這個時候就動得了 我這個時候就反轉它 好 這個時候我可以開大火了 煎頭小火 現在開大火 最大火 繼續反轉它之後 就繼續煎 當它煎到一邊 已經是 即是有金香之後 我們就可以 搓散肉碎 搓散肉碎 這個時候我繼續煎 其實算是走油 繼續煎或者走油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待會炒 就很快速的 記住炒豆芽 要快速去炒 才會很少出水 炒得金香好吃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要令肉 盡量熟一些 因為這些是豬肉 我不容易炒生的 如果生的話會吃壞人 OK 可以嗎 因為這些豬肉 有很多寄生蟲 大家看到嗎 我現在打散的肉 沒有水 但如果鮮頭 我一早去動的肉 就會出水 為什麼 因為那些生粉 都未凝結 OK 可以嗎 記住分別 所以大凡是走油也好 煎也好 不論你是炒肉碎 或煎魚 記住不要手多 煎魚一開始手多 就會破皮 如果是炒肉的話 這一手多的話 就會出水 就達不到 做不到那個梅立反應的效果 那我問你 那些肉 那些菜 怎麼會是好吃 好了 這個時候 我關小火 行了 因為現在我看表面 就沒有紅色 即是說這裡起碼九成熟以上 大家記住 好 這個時候 我就不給大家看了 我先拿起肉碎 通常我為了要保持爐頭的溫度 我這個時候 如果中間 即是停了 還要繼續炒的話 停完之後繼續炒的話 我通常會是關最小火 就能保持爐頭的溫度 待會一開鍋 一開火炒 那個溫度就升高得很快 OK 好 現在呢 做完之後 都一樣要什麼 當然要燒鑊 你不要管它做過什麼 OK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重新燒鑊 是可以提高的溫度 同時間等下我一下菜的時候 它沒有降溫得那麼快 可以保持到一定的溫度以上 超過100度以上 那我就可以炒到鑊氣出來 OK 所以呢 無論如何 大家一定要記住 背熟那個燒鑊的口缺 OK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下油了 我繼續用回 少少就可以了 那呢 我繼續用回我的舊油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浪均勻的油 OK 為什麼要浪均勻的油呢 因為等下那些菜 會有什麼的 那些菜呢 可以令到它下去的時候呢 那些菜是最大面積去接觸到高溫的油 好 這個時候我下菜了 它夠高溫的話 大家看到嗎 是不是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下了一些肉碎 好 看到嗎 我燒完鍋之後呢 這個一定是很夠 很夠鑊氣的 好 跟著完之後呢 最後呢 我又下了韭菜了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調味了 這裡呢 韭菜加芽菜 大概有一斤左右 那所以呢 我們就下這個是 一茶匙的鹽 一樣 我用手去下 下這個調味的原因是什麼呢 唉 最後的鹽 所以 手拿不起來 那 就照用一茶匙的鹽 然後一茶匙的糖 輕輕少少的雞粉 雞粉下不下就個人了 再說一次 OK 我先洗手 好了 好了 這樣就拌勻它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有機會會開始出水的 大家不要介意 那個韭菜這個階段 可能會有一點生的 但不要介意 千萬不要介意 為什麼呢 因為韭菜呢 是很快熟的 等一下你一停鑊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先下酒 你一停鑊 它就很快焗熟了 這個階段呢 通常會出水的 好 下了些酒香之後 都不同了 然後我們就下生粉水 好 下了些菜 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 把底部的生粉 下了之後呢 隨便拌兩拌就可以了 好 這個時候呢 怎樣呢 劃龍點蒸 整個野菜呢 就很出彩的了 好 搞定 把蔥倒放進去 忘記了 最後的蔥倒是用來做什麼 提香的 好 搞定了 大家看到我下了蔥之後 很快熟過 對呀 因為它會自熱 會焗了一些蔥香出來 只要它一炒的時候 它一出蔥香 就可以了 好啦 大家來看看 我這個會不會出水 我先撈起它 等等 關掉了抽氣 就不要吵著大家 現在呢 我逐樣逐樣地 夾它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讓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 一湯匙左右的水 而且重要是什麼呢 我特意呢 是打了蜆 又落了酒的情況下 才有 如果我什麼都不落的話 就沒有的 OK 好啦 大家看一下 我這個 鹹魚肉碎炒 這個是芽菜 起碼的樣子 好嗎 好嗎 好 好 好 接著做總結 拉個Close-up 先 那 其實呢 這個 鹹魚 這個是 大豆芽 鹹魚肉碎仔 炒大豆芽 就很簡單 那 大家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不要讓它出水 我知道呢 很多人炒大豆芽 就出水 出得很緊要的 那 之前呢 也都有網友跟我去 爭論過 其實他是善意的 他只是講自己的經驗而已 爭論過 就說 為什麼一定要飛水啊 這樣 那 順道呢 我借著這道菜 我就去解釋一下 大飯炒蔬菜 其實有分兩種炒法 一種就叫做飛水炒法 一種就叫做生炒法 但是 不是所有蔬菜都適合 啊 飛水的 但是 也都不是所有蔬菜都適合生炒的 那 有什麼 這個 要求 是 要導致到 他用兩種完全不同的炒法呢 主要就是 有些蔬菜很容易出水的 OK 還有有些蔬菜呢 就好 呃 就是 是好三千八角的 那我們為了要令到他柔軟 軟身 還有為了呢 就提前給他出水 等他炒的時候不要出水呢 所以我們就要用飛水炒菜法 那但是有一些蔬菜呢 就不適合去飛水的 譬如說 芥蘭 譬如說 還有其他啦 我說不出啦 暫時我突然想起 那這些就一定要生炒的 芥蘭就一定是生炒的 那為什麼我會說 職業廚房有時候會是集飛城市呢 一個芥蘭飛水 就是一個集飛城市的 一個典型的例子 OK 那因為呢 他芥蘭是不適合飛水的 因為本身呢 芥蘭其實很少出水的 你還要炒炒一下 你還要加水 OK 很多時候 老一派的師傅呢 叫你 他們懂得 他們都會堅持生炒芥蘭的 然後呢 他會教你 喂 你要彈些水下去 不然很快會炒焦些菜的 因為芥蘭比較少出水 OK 那好了 那譬如說 這些呢 大豆芽這些呢 芽菜這些呢 就很容易出水的 所以呢 就一定要飛水 OK 可以嗎 那飛了水之後呢 大家看到了 我已經放在這裡這麼久了 他都是在出水的 現在大飯菜都是的 但是他出水量是不是很少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飛水的功勞 OK 可以嗎 好了 那講完這個分別之後呢 那呢 炒這個大豆芽 這個是 炒這個 鹹魚肉碎炒大豆芽呢 就一定是什麼呢 先煎了鹹魚先 那煎了鹹魚之後呢 就留下鹹魚香 就不會有鹹魚腥味的 跟著之後才下肉碎去煎 記住 下肉碎去煎 或者就有肉 大飯肉類來講 記住一下去不要手多 先留大家見到我 一路講其他東西 但是我不理他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候呢 高溫會令到那些生粉會凝結 包括表面還沒碰到火 那些有熱力 那 在這個時候不動它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那些生粉凝結的過程當中 是會鎖住它的肉汁 本身你拌的時候 可能加了水 加了酒 還有豉油 那些都是水來的 鎖住肉汁的時候 它跟著下來反轉 你就不會炒到肉汁出水 記住 炒肉煎肉 酒油 你一出水 就整件事就和了 OK 我們為了要令到它不出水 所以一落鑊的時候 不要動它 那些肉 OK 等它那些生粉有足夠的時間 營結 跟著之後 我一反轉一動它 大家先頭也看到了 有沒有水出 沒有 因為那些生粉已經營結了 然後因為我先頭不動 還有另一個好處就是 產生這個梅立反應 產生這個梅立反應 就是我們所有菜鵬 美味的一個很主要的來源 OK 所以為了要更好地產生梅立反應 更好地令到口感更好 所以大份煎肉 酒油 全部不要動它一開始 行不行 OK 主要就是這個技巧 那 韭菜那裡 然後呢 大家要記住 是最後才下 其實韭菜也會出水 而且韭菜呢 是會是怎樣 是會是很快熟的 所以大家看到我很後期才下 是不是 一下完之後 下了肉 下了兩炒 其實後面呢 我已經拖長了 我拖長 我現在 我講這一刻 我這一碟菜 我拖長了少少 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我想說話 不是嗎 而是因為呢 我要解釋 那一下呢 是長了少少 但是 那裡長的 都是一分幾十秒 OK 行不行 然後最後 再打蜆水 讓它更好 之餘 收一收水 大家都知道 我很討厭打蜆 但為什麼這道菜 我要打蜆呢 因為大膽說 出水都很厲害 OK 行不行 最後下了沖倒 調味 搞定 就是這麼簡單 這碟菜是非常非常簡單 有好惹味的 OK 行不行 這樣就不說了 炒完菜了 説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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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